今天内容华为P40不仅精髓而且二球 它的症状不开机 我们先放到显微机底下进行观察 显示接口比焊的乱七八糟的 其他地方也有部分腐蚀的痕迹 我们先给它焊一个焊机室夹电 来看一下它的电流情况 夹电待机正常开机打表 接下来之后我们开始检修 先放到显微机底下观察一下侧面 它是否贴合紧密 然后针对接口坐着 它的腐蚀的地方 我们打一下线路的整体组织 反面我们再打一下电源IC周边的组织情况 通过组织我们测到电源IC旁边的那个大电杆 出现了组织短路 它的这个显示电源的供电正好输出到 我们的显示接口是三幅电药 而最受到源头是由显示ICLX输出端出现的问题 那么情况立刻可以肯定显示电源挂了 拆掉显示电源 然后我们再开机操作发现电流出现摆动情况发现正常的摆动 这个开机电流属于正常的呢 STMP03这个显示电源比较的新 我们从淘宝上买了一个然后挂掉给它重新植个中温系 因为你买回来的时候是高温系 而高温系网上安装的时候容易把这个芯片给吹坏掉 华为系列里面显示电源也是比较容易坏的 经不起高温加汗 接下来之后自行满满的开始装机 来看一下它的电流反应 电流正常 开机 发现屏幕并不能亮起来 我们再试一次 屏幕还是 透身依旧 擦干净我们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字 发现也是 是没有字的 既然屏幕不能亮 但是开机电流是正常的 加上之前我们看这个显示接口乱七八糟的 所以这个故障应该出在显示接口这个位置 我们首先把它给清理干净 可能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显示电源的问题 后来乱动了显示接口 可能把显示电源直接给烧掉了 现在我们更换一个显示电源之后发现它是 开机电流正常的 加上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显示接口重新 安装一遍 因为可能发生了显示接口的底脚的腐蚀 所以我们拆下来重新安装 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安装完成 观察一下 看起正常之后 我们把之前的断线的地方 重新来进行修补 然后用银线把它飞起来 再开机来进行观察 它的电流反应 电流仍然是正常的 但是屏幕没有任何反应 不能亮起 擦开主板放到前面一里 我们来开始修复这个接口 OK请原谅我的浮照 今天我太累了 兄弟们明天继续